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慶華大學助理教授許仁豪 曾經代表台灣參加2012年的倫敦奧運 那今天要教大家雙打的防守 防守來說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把人家的進攻給防下來 那我們不只是只能把球守進 我們可以透過防守 找尋一些手中反攻的機會 假如說你的防守只要好的話 你可能可以透過對方兩三顆的殺球 你就可以找到機會做一些手中反攻的反擊 所以我們在防守的時候 我們的態度不能只是把球給回到框框裡 我們必須要去設計一些戰術 讓你的防守當中可以透過你的球防守的質量 讓對方不好去進攻 你就可以從這當中去做一些反手反擊的機會 好 那我們再來教一些雙打的防守 雙打的防守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因為有兩個人在場地 所以我們兩個人基本上來說 就是站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那防守來說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先教腳的部分 那比較多的學員 我們看到的時候就是在防守的時候 你們會喜歡把腳站的平行 然後把腳給站死去防守 那這樣的防守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說 假如對方今天先掉一顆切掉球 假如說對方切掉很好 你就會沒有辦法去接球 你就會覺得腳是卡住的 當你在啟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已經慢了半拍 所以我們在防守的時候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把 如果你是右手持拍的人 你可以把右腳放在前面 左腳放在後面 然後左腳微微的踮起來 微微的踮起來 你就會很容易對方如果切球的時候 就很像我們之前教的挑球的腳步 左腳右腳上去挑球 可是假如你如果都把它站死了 你如果是平行的把它站死了 當對方在切球 你頭腦還要浮現說到底是左腳先要移動 還是右腳先要移動的時候 你就會慢半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我們把右腳可以微微的向前 左腳微微的踮起來 當對方做切球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自然的反應 左腳就會很自然的 像走路一樣 那這就是主要的防守的腳步 OK 那我們的腳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低重心的時候 看球才會看得準 所以對方殺球很快 現在最快的殺球時速到492公里 所以我們必須要蹲的 蹲的越低 看著球才會看得清楚 假如說你是站直直的去防守 他球殺下來如果很尖 你再彎腰下去打球的話 就會來不及 所以我們在防守的話 要有一個觀念 我們要由低守到高 不能由高守到低 再來我們講一下手 以我們雙打防守來說 我們大多數都是用反拍會去防守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拿反手拍的時候 他可以打正手拍 假如說對方真的不小心殺到這邊 他還可以拿正手拍 這樣子來說 你還可以去防守 但是假如你拿正手拍的時候 打正手拍的時候 假如他殺到每個位置 你沒有時間讓你這樣子去打 而且這樣打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受傷 假如你這樣子打 你的手腕就會很容易受傷 而且會有很多角度就會受限 所以比較多的選手 應該說所有選手都是拿反拍去防守 因為他每個位置 他都可以去防 你一個圓圈的角度 他都可以守得住 那防守有一個很大的要領 就是說對方有可能是殺球快 或是殺球慢 或是殺球軟 或是殺球 每個角度都有可能去發生 但是我們要確保 每一個人一定都有一個最好發力的位置 通常最好發力的位置 就是在身體前方 大概兩根手掌左右的位置 這是你最好發力的地方 所以不管球是慢的怎麼辦 如果球他很短怎麼辦 你的腳就要踩出去 大概兩個球拍的位置這邊去擊球 你不能這樣去擊球 看到球慢你就這樣子去擊球 你的球就會很容易跑掉 或是說他殺球很快 結果你就讓他太靠近身體去擊球 你就會很容易被球壓到 所以我們要盡量讓自己在舒服的地方 這邊去擊球 你的防守就會相對的比較穩定 失誤率就會相對的降低很多 這幾點東西去提醒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實際請學員來演練 好 那我們要教一下雙打的防守 那我們先從腳開始教起 我們在腳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能站平行 因為對方會切球的時候 我們會不知道要出哪一隻腳 當你還要在思考的時候 球就已經落地 你就會慢慢的半拍 所以我們會把右腳放在前面 我們會把右腳放在前面 所以左腳再往後 然後左腳微微的踮起來 好 踮起來 所以我們說 對方如果突然切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左腳右腳 像之前教的 上一堂課教的 左腳右腳上去 挑球的動作 在防守的時候 大概就是與肩同寬的距離 那我們膝蓋會微微的彎曲 也不要彎到太低 就微微的彎曲 保持都可以去啟動 那這就是腳的部分 那在手的部分 我們一樣是 我們會用大拇指按個讚 頂著拍子 食指來說 我們就可以不用像挑球伸的這麼出來 我們就可以稍微放進去一點 因為主要就是大拇指再去揮拍 那我們要有個觀念 反拍來說基本上可以打 所有的球路 所以等一下人家在進攻的時候 我們在做防守的時候 每個位置你都可以 試著朝著反拍去打 對 他都可以去擊球 那我們在擊球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要力 我們不能去碰他 我們要去揮擊他 他才會有力 對 所以我們的手臂就好像是軸心一樣 手臂不動 不管每個位置都去揮擊他 對 手腕要揮出去 對 手腕要揮出去 對 對 你的手腕只有揮到這樣一半 所以我們把手腕給揮完 揮完 他這樣球才會有力去反擊 對 好 我們的手腕要揮完 對 不管每個位置 揮完 揮完他 他球才 他球才壓得出去 好 我們手腕不可以只有揮一半 揮一半的時候 我們手就很容易受傷 假如說我們揮完以後 他正常來說這樣揮完 球就可以順著 每個角度都可以向前壓出去 他的球速才會快 比較不會容易說 對方在後面殺球 前面一個人就可以把你壓死 你如果是碰高 他球就很容易彈高 前面這個人就會很好撲下一顆球 對 所以我們要把揮完 讓球是有速度的時候 前面這個人就不好去抓你的球 你就比較容易去穿越前面第一個人 然後 先做定點的防守動作 定點 我們先做 這個人可以丟像殺球一樣的球 讓他自己做防守 好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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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幾個要領 因為我們人家的殺球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再拉 這麼大的動作去揮拍 我們手就直接放在前面 對 球一來以後 我們只有手臂手腕 這樣子去向前揮擠而已 千萬不要這樣拉 拉這麼大的動作 這樣很容易會揮不到球 好 OK 那我們再試試看 好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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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我們看了這位學員 他做了一些改進 就是把他的動作變小 發力變得更集中 可以看到他的球出來的球越來越穩定 球的速度也比之前還要快 而且不會飄起來 我們等下試著模擬一下 就是對方做殺球還有切球動作 我們等下做兩顆防守跟一顆挑球 好 對 好 不要往前 對 好 來上來 挑球 對 好 做防守 對 防守 好 對方切球了 上去 挑球 對 好 我們腳尖要準備 好 腳尖要準備 微微的踮起來 對 好 腳尖要準備 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在做的時候會習慣 身體會一直往前去移動 你就會那個時間就會不對 所以我們在防守的時候就是站穩 好 他殺過來 擋進 擋進 好 人家切球的時候 我再上去做 挑球 對 你不能一直保持這樣去移動 你的身體就會 重心就會一直前後晃動 他的擊球點 他就會沒有這麼穩定 好 我們再試一下 好 好 來 一個 兩個 好 人家切球了 上來挑 對 好 來 一個 兩個 切球了 上來挑 對 好 對 對 對 上來 挑 對 好 好 我們各位學員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在防守的時候 移動 身體的晃動稍微減少 他的球就會打得更穩定 然後他的腳尖有保持著墊起來 所以人家在做切球的時候 他都有時間上來去做 挑球 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大家可以稍微去 注意一下 OK 那我們就換一個學員來試試看 好 我們先做定點的防守 好 好 來 來 對 好 對 很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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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位學員的手腕使用上面就使用得不錯 對不對 他手腕最後的揮出去感覺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球出去非常有力 這樣前面的 往前的隊員 對手就比較不容易去抓到他的球 OK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他做防守兩顆 對 好 對 好上來人家切球上來 挑 對 好 準備 對 對 好 來切球上來 挑 對 好 OK 那我們試著說 因為我們在左腳都把他給站死了 所以沒有辦法去左腳去啟動 所以我們左腳要微微的踮起來 打完兩顆 好 微微的踮起來以後 然後左右上去跳球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試一次 好來 對 好球 來左腳微的踮起來 上來 跳 對 很好 踮起來 對 好 對 好 來 對好 點起來 上來 對 好 我們看到他跑動來說 他的左腳踮起來 好 移動上來 速度就會相對的比較快 好 那我們這幾點 再提醒各位學員一下 就是左腳要記得要踮起來 那在揮一半的時候 不可以只有揮一半 所以我要跟著去 跟著去揮完 然後膝蓋要微微微的半蹲 如果各位學員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